這個重要的話題就是 加拿大的Visa Application Center在中國 其實現在這個是非常大的問題 因為我們那個Visa Application Center在中國 不是加拿大政府處理的 我們是contract了出去 給這個VFS Global做 而這個VFS Global 他們就再subcontract了出去 給另外一個公司做的 而那個公司就是中國政府擁有的 還嚇到人一跳 而它那個ownership就是北京的警方 這個Beijing Municipal Security Bureau的 所以就嚇到人一跳 在這個情形之下 而我們也找到一些文件 就是很明顯表示這個公司在中國 他們的控制其實全部是被中國控制的 要麼那個公司的主席就是那個公司的主席 以及一個人就是這個共產黨的書記的 在這個情形之下 這樣就很明顯 這個公司就是控制 給了中國的共產黨的控制 同時那個General Manager 也是這個公司的副書記的 也都所以變成了共產黨的控制 除此之外 我們也最近媒介報了出來 在那個公司之下 整個86%的工作人員 都是共產黨的會員來的 那中國就是有這個regulation 就指出來 他們就是第一 共產黨的會員 他們就是要第一 就是要對他們的共產黨的交代 而一定就是要聽他們的指導 就是聽他們共產黨的命令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對我來說是非常大的問題的 就是我擔心其實如果你是某一個人 去了這個research application center那裡 弟子想去 想或者來加拿大 移民來加拿大 或者有些什麼移民的工作做呢 他們就要去這個公司那裡了 那他弟子上去 第一時間是很容易會遞了上去 給了這個共產黨的會員 收到他的資料 那包括在內 他那個general manager 根本就是共產黨選出來的 而他們也都很明顯 那些Chinese regulation 說了出來 就是說他們要報導這些東西 是給共產黨知道的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真的很擔心 如果你有一個人 弟子上去 他是批評了共產黨政府 或者他是個weighur都未定 或者是支持這個民主的發展 如果在這個情形之下 他們有什麼事情會發生呢? 其實我是擔心這個是非常大的問題 所以我指出來跟加拿大部長說 還有今天我也都在question period那裡 指出來就跟Prime Minister說 他們是不是需要取消我們這個contract 我有什麼可能 加拿大的visa application center 是給共產黨做控制的 所以對我來說 這個是非常大的問題 做成功能 如果你是懂得對抗議 所以我也是吃得很好 然後你一個人 就不會說 它不會那麼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